去旅游的时候分行很重要,但是住宿更重要,如果住进一家奇葩酒店,那简直要命啊。 本期大可看新闻话题,三所最奇特的酒店。 加拿大冰旅馆 在加拿大冬天的神话应该是属于魁北克的冰旅馆啦。 这座冰旅馆就像是电影《冰雪奇缘》的名人宫殿一样, 足足花费了超过500吨的冰,以及15000吨的雪修建。 里面的桌子椅子和床都是冰制成,不知道在这样的旅馆住宿,半夜会不会被冻醒呢? 不过让人难受的是,旅馆每年开放时间住三个月,并且提前预约未必预约得上。 起重机酒店 这座重达250吨的起重机被改造成法拉达起重机酒店。 酒店高出地平线50米,包括三间旋转套房温泉泳池等。 室内窗户很大,欣赏美景毫无阻碍,住一晚差不多要花费4000人民币,土豪朋友们可以去尝试哦。 不过也许醒来会怀疑自己住了假酒店。 瑞典萨拉银矿酒店 如果你想感受挖矿,那么萨拉银矿酒店欢迎你。 这个世界上最深地下洞穴酒店,地处地下155米处,是由瑞典最大的银矿井改进而来。 里面有着宽敞的房间供游客居住,温度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。 在下面手机没有信号,房间也没有浴室和卫生间,这就是传说中的花钱找最瘦吧。 大家觉得哪个酒店最奇葩呢? 欢迎点赞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